台北市新门第一间健身房里头设有日晒机 想提供给要晒成健康小麦机的民众来使用 但是有一位顾客使用完发现 里头居然墙壁上挂了一只很可疑的手表 而且当中居然暗藏着针孔 画面上这一只呢从墙壁上拿下来的表呢 就是未装成手表的针孔摄影机 原来这一切都是呢 健身房的一名流行员工所做的 在警方来之前还装傻想把表给拿走 警方也发现他已经放了9个月 偷拍了上百个档案 后续除了被开除之外 共有10个人受害 当中3人和解 另外7人受害者呢提告妨碍秘密罪 如今判决出炉 判他10个月有期徒刑 得一颗罚金30万元 哈喽我是叶鸣 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时的新闻内容 请订阅华市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按赞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